好 当然我们挑蛋的时候不可能拿着手电筒这样随时照来照去的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因为这50年资历的挑蛋达人他说了其实可以拿来摇一摇 因为如果新鲜的蛋的话蛋质比较浓 所以买蛋之前摇一摇的话明显的晃动可能这个蛋放很久了 而老母鲜线的蛋呢蛋可比较薄通常会有水泼纹 建议回家之后赶快放冰箱来保鲜 而如果是洗血蛋的话因为经过清洗消毒没有保护膜了 要是酒放的室外很可能因为没有毛细孔而容易沾附习菌 想挑好鸡蛋得先认识蛋的外观 一颗鸡蛋比较尖的地方是蛋的底部 比较平有气势的地方则是顶部 新鲜的鸡蛋顶部气势比较小 放在手中摇晃但是也不会明显晃动 如果像这样有摇晃感的鸡蛋可能就是放比较久不新鲜了 这个摇出来的时候都会动 这个就比较久 只要摇出来的时候都不会动就是新鲜 养鸡挑蛋已经有50年资历的涂大哥 目前是全台最大的鸡蛋供应厂商 平均一天出货至少80万颗鸡蛋 除了供应市场超市还外销香港 仓库上千颗鸡蛋中 达人还能一眼挑出哪颗是老母鸡生的鸡蛋 生了差不多三个月 那这个蛋口就比较厚 所以这个鸡蛋只会放久一点 差不多比这个叉起来就叉了 碰到15天没问题 从蛋壳就能挑出来 老母鸡生的鸡蛋蛋壳通常会有一条一条的水波纹 放在光线下一照就发现蛋壳比较薄甚至还微微透光 年轻母鸡的鸡蛋蛋壳比较光滑也比较厚 放在光线下照射无法透光 达人说辨别鸡蛋新不新鲜 打出来看更清楚 看出来儿妈酒放的鸡蛋蛋白吸到几乎跟水一样 新鲜的鸡蛋浓稠蛋白还明显有厚度 比较两颗蛋黄更清楚 新鲜蛋黄比较厚比较扎实 酒放的蛋黄比较软塌松散 专家建议鸡蛋买回家后最好收进冰箱保鲜 尤其是洗血蛋 因为鸡蛋都有细小的毛细孔 经过清洗消毒后 鸡蛋的保护膜会被洗掉 放在室温更容易沾附细菌 洗血蛋它等会保护膜已经洗掉了 所以一定要放到那个冷藏室 那可以放到差不多一个月 二十多天都没问题 达人说冰层的鸡蛋大多可以放一个月 若是放在室温顶多七到十天 如果打出来的鸡蛋蛋黄已经散了 也最好不要食用 专修机前往佩如 评论不到